好 继续来吃吃这个帝王蟹 一般满到的都是冷冻 但是现在台北有业者 自己生产着活的帝王蟹 而且一只有十斤重 可以让十多个人拆吃的碗 这一只只新鲜又活跳跳的帝王蟹军团 就是生猛有力的活招牌 不必到北海道 几百只帝王蟹直接空运来台 就这样养在海产店里 客人现点才现做 帝王蟹用烤的 或是配上安格斯黑牛 做成了豪华火锅 新鲜看得到 帝王蟹的甘甜海味 之多味美 让涛客的手跟嘴巴 一直都停不下来 一只口无有力的帝王蟹 少说也有八到十斤 多多好两只 至少也要求买一桌仁 还吃得完 最主要它很甜 因为它很新鲜 所以它很甜的 陈老板从13岁来台北 就开始当学徒 做海鲜热炒 有四十多年的料理经验了 十五年前 它会演独剧 从厄货刺客海 引进最高档的帝王蟹 做起独门生意 它自行研发 把粗壮的帝王蟹大腿 拿来火烤 先烤前支 再推进去整支烧烤 翻面过后再高高抬起 此时蟹壳嗶嗶嗶嗶作响 爆开的声音 先活到像在跳舞 这就是蟹老板自创的火烤三部曲 因为新鲜的当然是差很多 那火的烤下去 它那个猪在里面 很鲜甜 火的东西就是这样好吃 不必拿工具 用手轻轻一拨 就能看到这一丝一丝的蟹肉 闪闪诱人 就是好吃 形容再多都是多余 小腿和蟹盖 那得用脸盆大的铁锅 下去煮才装得下 也是一等美味 让人吃得过瘾